最近的俄乌冲突 乌克兰军队利用一批莫敏弹 精准地击毁了数十辆俄罗斯坦克 这些被击毁的俄军坦克 在莫敏弹的攻击下 就像一滩烂泥一样无力地趴在地上 许多俄军士兵甚至没有来得及反应 就被莫敏弹的致命攻击打成了筛子 这些莫敏弹像小小的降落伞一样 从天而降 准确地落在俄军坦克的顶部 然后以惊人的速度爆炸 给俄军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那么莫敏弹究竟是什么 他为什么会有如此强大的威力 他的诞生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这一切都要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 当时苏联在全世界的瞩目下 进行了一次盛大的阅兵仪式 红场上装甲车群浩浩荡荡地向前推进 仿佛一道钢铁长城 给欧美各国留下了深刻的心理阴影 面对这样的钢铁洪流 欧美各国开始担忧 如果真的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以他们当时的军事实力 能否抵挡住苏联的进攻 于是美国的军工专家们开始寻求 对抗苏联坦克的新战术 他们发现 尽管苏联坦克的底盘非常坚固 但其顶部却常有破绽 那里是成员进出的通道 相对而言较为脆弱 如果能从顶部发动攻击 将对坦克造成巨大的破坏 于是他们开始研究一种新型弹药莫敏弹 这种弹药专门针对坦克顶部的装甲 威力强大 能轻松撕裂坦克的顶部装甲 给坦克内的成员带来致命威胁 这种新型弹药的研发 不仅显著提高了对坦克的毁伤率 也给防御方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威胁 随着时间的推移 莫敏弹技术不断发展 其威力日益强大 如今 它已成为现代战争中的一把利器 各国纷纷开始研发莫敏弹 中国在莫敏弹技术的研制上 相较于美国确实起步较晚 然而 这并未阻止 中国在该领域的突破与发展 正是得益于这种后发优势 中国在莫敏弹技术的研究上 取得了重大进展 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越了美国 中国的莫敏弹首次采用了毫米波夹 双色红外复合技术 使莫敏弹实现了精准锁定功能 这意味着 使用这项技术的莫敏弹 能够在几公里之外 精确地扫描到坦克的所在位置 一旦锁定目标 莫敏弹将以最快的速度飞向目标 并在其周围实施有效地爆破 这种精准打击能力 无疑大大提升了作战效能 其中GP120B莫敏弹的研制成功 使中国成为国际上第一个 为迫击炮研制莫敏弹的国家 当面对坦克集群时 若为坦克配备120毫米迫击炮 并搭配反坦克莫敏弹和制导弹药 便能在坦克最为薄弱的顶部发动攻击 从而有效地击毁坦克 只需使解门迫击炮 便能像正在突击的坦克集群 倾泻大量火力 并在射程之外组织坦克集群 我国在莫敏弹研制方面的成果 的技术细节方面 许多国家都难以突破 但我国却将其一一掌握 例如在精确锁定方面 美国未能掌握移动坦克识别技术 其莫敏弹只能随风飘荡 而我国的莫敏弹 却能在短时间内识别并击毁坦克 目前国产莫敏弹已批量装备了 解放军远程火箭炮部队和自行火炮部 对 可根据战时需求灵活更换弹药 回想当年 我国还是一个需要仿制他国 步枪的国家 如今已将各方面武器做到了 世界一流水准 对于这样卓越的成绩 我想当年那些英勇奋战的战士们 若能看到今日之中国 心中必定会感到欣慰 未经许可,未经许可,未经许可,不得